各位學員好 我是張訓志 我是台灣原型師創作協會的理事長 也是全時國際的經理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3D列印與宅文化的應用與影響 主要大綱有潛談宅文化 在潛談宅文化的部分 我會跟各位說一下宅文化是什麼 然後宅文化動漫電玩經濟的崛起 下面有創造獨特的娛樂附加價值 也就是虛擬世界 跟各位介紹一下 然後還有宅文化的消費行為 然後後面再講3D列印的基本概念部分 我們有印表機模式的連帶條件 然後還有將工廠帶入家庭 以及生產不再是量產的定義 創造低成本多元化的一個世界 然後再來我要講的是3D列印加上宅文化 3D列印加上宅文化的大綱 會有素人藝術家的崛起 以及第二點就是虛擬世界的實體化 我要講的就是有關於cosplay跟coser的 這是他們的世界 再來是社會地位的肯定 也就是Maker這一個名詞的誕生 然後之後會有結語 以及就是這次演講的整個的一個大綱 這樣子 那請教張建穎就是 在3D列印就慢慢的普及之後 那對於文創這邊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3D列印慢慢的普及 其實在文創方面來講 可以造成個人化的影響 因為之前的話 一般來講所謂的文創 大家都是可能會跟藝術家 比較能夠聯想的到上關係 那藝術家來講的話 各位可能會認為說 我可能要先經過一段的藝術的學習期 或者是我要去上一些藝術概論 或者是進學校裡面聽一些教授的講解 然後我可能才會成為藝術家 但是3D列印來講的話 其實它漸漸算是一個走路家庭的這種運作的模式 也就是說其實你想要成為藝術家 只要自己有想法 沒有藝術概論的這種背景 其實它並不重要 是沒關係的 也就是說你要能夠做出立體化的這種作品的時候 你只需要3D列印的 但是它對於平面來講 其實平面來講的話 藝術家來講 它還是跟3D列印比較沒有關係的 也就是說在平面上的創作 其實素人藝術家從很久以前就已經開始創作了 他並不需要3D列印機的誕生 我們需要3D列印機的誕生 我們需要2D列印機的誕生 但是這次就有1D列印機的誕生